各位,我剛才和大家分享了一句話 歐洲未來這一段時間是會非常之難過的 難過不是傷心的意思 我意思是歐洲的人民的生活是非常之難度過 尤其是德國 這裡有個消息給大家看看 這是來自觀察者網 數字上面,主要看數字 隨著俄烏局勢升級 歐洲能源價格高漲已經對歐洲工業大國 德國造成了巨大壓力 德國的權威智庫已經在今年的經濟增速預期 大幅調低到1.8 而一些德國的經濟界人士警告 如果能源價格繼續走高 德國的經濟將會遭受重大的衝擊 德國聯邦統計局上個月底公佈的數字顯示 天然氣價格 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漲256.5% 即是貴了兩倍半 電費計價同比上漲155.3% 貴了一倍半 德國的能源消費者協會主席表示 已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德國能源消費者協會主席 就估計我們 我們即是德國人 預計今年內 暖氣、汽油、電力的價格 都會翻倍 就是對我們的會員來說 一個很大的壓外開支 可能很多人未認識到 到底有多大的壓力 德國只有一些大型企業 同樣感覺到能源供應的緊張壓力 化工巨頭 巴斯夫公司首席執行官 警告說 天然氣供應中斷 將會使得德國經濟陷入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西門茨公司的負責人說 抵制俄羅斯能源對德國經濟的傷害 要大於對俄羅斯的影響 能源價格的高漲 推高了食物和其他工業品的價格上升 今年三月份 德國的通脹已經達到四十年來最高的水準 七點三個百分比 咦?德國幾快手 現在三月份的通脹已經出來了 美國那邊還未出 美國二月份已經是七點九了 所以美國現在仍然是領先的 在通脹方面 但是看樣子 四月份 歐洲很多國家的通脹 可能會超過了美國 因為美國到底自己都有石油 不過 它有石油沒用 石油箱是為自己的 不是為國家的 所以沒有打算便宜賣給美國人 拜登決定每天釋放一百萬桶 他們的儲備石油 準備連續做六個月 一百萬桶 六個月就是一百百石油 即是大約釋放1.8億桶 石油出來 那個石油價錢稍微跌落 一跌之後又回升 換句話說 它這次釋放緊急石油 影響不到市場 市場繼續 你繼續釋放它 你繼續掃高它 但是 看看歐洲是怎樣 已經有些國家表示 會用勞布支付 已經有個國家仔 他們可能容易搞些 但是好像德國這些 大國家用很多的能源 希望他們真的不會被俄羅斯 刪掉天然氣供應 但是如果真的刪掉天然氣供應 我想德國就會再經歷 一九二幾年時的 hyperinflation都未定 路業毅然爽停 未必是 但是後果其實非常嚴重 看看他們的 懂不懂得 寫一寫博 然後就 認一認衰 繼續跟俄羅斯 購買天然氣 其實 歐洲國家 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 不應該不停跟著美國走 因為美國對他們絕對 是沒有什麼好心的 今天這條片主要和大家補好數字 但是這些數字聽起來 真的很嚇人 不怕 石油氣 天然氣 增加了250幾個百分比 電力增加了150幾個百分比 德國人民生活 怎麼過呢 因為能源是社會最重要的一部分 能源貴 其他事自然會跟著貴 真是難搞 到達了